这个男人发现自己今天只能说真话 他正暗自奇怪 为什么会说出真心话 旁边的叫花子过来乞讨 甚至自己超速被交警拦下来 也说不出一句谎话 原来小李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律师 各种大话张口就来 明明这人的发型很丑 他要夸得天花乱坠 胖子已经肥得走不动路了 还要说他身材好的跟彭于燕一样 靠着这一张舔嘴 公司上下的人都很喜欢他 然而报应很快就来了 今天是自己儿子五岁的生日 小李信誓旦旦地对儿子说 晚上的生日宴会自己一定到场 可他终究还是骗了儿子没来参加 失望至极的小男孩许下愿望 第二天小李起床 发现事情不对劲 来到办公室的小李彻底慌了 今天怎么每句谎话都说不出口 真心话却一句一句往外蹦 呼吸鞋的他抓起一只蓝色的笔 强迫自己说它是红色 蓝色的笔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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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崩溃了 和自己斗争了三个小时 终于认命 无知的他赶紧回家询问妻子 终于从妻子口中得知了儿子许的愿望 他们不停地来到幼儿园 小李告诉儿子 昨晚他的愿望成真了 但是成年人为了生活不能不说假话 他拿出蛋糕与儿子重新许愿 男孩不情愿地吹熄蜡烛 显然这一招没有奏效 真话诅咒要到明早才能结束 无奈的小李只能来到法庭上 原来他今天要为一个女人做辩护 由于夫妻二人结婚前 就欠了婚前财产分配契约 而自己只能说真话 注定今天的官司赢不了 他绞尽脑汁突然想到 只要辩护律师受伤 案件就要令则十日开庭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 小李如是重复推开门就往厕所跑去 来到厕所的他用尽全力碰殴自己 直接把上厕所的男人看呆了 发顶上的咒人苦顿小李 不一会儿他就被保安架了出来 他也比法官很无奈 宣布这个案件延期到明日九点 然而还没等小李庆祝完 回到最后的小李极度崩溃 他根本想不出办法赢得这场官司 小李终于找到了置身法宝 他让女人坐上正人席 在小李一番有理有据的辩证下 法官只得宣布女人得到财产的一半 然而就在散场时 小李发现他对子女并不好 他瞬间明白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他向法官抗议 女人不能带走孩子 孩子们跟着他不能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法官早就看不惯他的作风 直接叫人把小李塞进监狱 他找了个机会打电话给妻子 没想到妻子已经打算带着儿子 离开他这个大话王 幸好曾经的助理帮他交了保释金 重获自由的他终于明白 陪伴家人的重要性 他急匆匆前往机场 安检人员却说他来不及了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小李靠着这个办法成功混到机场里 却发现在这妻儿子飞机马上要起飞 心急之下他偷走了机场的安全车 往家要起飞的飞机一年去 小李总算是赶上了飞机 飞机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干啥 还冲他挥了挥手 小李拼命往里面喊话 说自己认识到了错误 一记不成 他加速开到飞机前 脱下靴子扔到挡风坡里 终于是逼停了飞机 还没等他庆祝 直接撞到安全护栏上飞了出去 闹剧过后 他终于对儿子坦白了心声 以后一定好好地陪他 并且再也不讲假话 就这样一家人又过起了 幸福快乐的生活